在家探店野晒 太阳带你吃白买 今天点到淮阳春 这算是一个在北京比较老的淮阳菜馆 先说一下价格 这一大包是291块钱 现在这是开箱环节 包的还挺好 每一个都是用不干浇条粘起来的 一共点了8份好像是 这个醋有点露出来了 它这个盒设计的其实还是挺好的 这个浇条一粘 然后它基本上就不会漏了 就是这种带汤的菜 它也是可以从外卖了 现在已经全都拆完了 它一共点的是8样 7个菜一份主食 像这狮子头什么的 我们点的都比较小份的 现在先给您说说这些菜 顺便来报报菜价 这第一个这是面筋腮肉 这是小份的29 这个是红烧狮子头16块钱 这是蟹粉狮子头19块钱 今天特价 就是肉三丁 原价38 现价19 这个是外卖网排行第一的上海双档 扬州大煮干司 这一份48块钱 还有这一小份 黄桥烧饼 然后我买的这是甜的 这是20块钱一份 今天还是接着打赏一下外卖小哥 直接打赏一个8块就好了 这个淮阳春 其实它是一个淮阳饭馆 以淮阳菜为主 点的基本上也都是淮阳菜 这个就是来特写一下给它 这个必须得特写一下龙井虾仁 这里头最贵的一道菜88块钱 所以上面这个肯定就是龙井的印背 然后还给了一小份醋 告诉你这龙井虾仁是不是要蘸醋吃的 这个龙井虾仁但我觉得它跟图上拍的不一样 这个是不是没超过 上面有一层很污的东西 然后闻起来还是有淡淡的这种柴叶的香味 这个虾仁不是很脆的那种 吃起来很面但是很有嚼劲 这应该是处理过了 就是感觉想把它打成虾泥 前段是虾泥 后段是虾尾的那种感觉 吃起来很鲜甜 蘸点醋试试 其实它干吃是有一点腻的 就是因为上面这个白糖 我觉得可能是什么猪油什么熬的 不知道 吃起来稍微有一点腻 但是蘸点醋的味道就好很多 还是蘸醋吃好吃 这个好吃 就像面筋腮肉 我们点的是半份 就应该算是小份 然后只有五个 大份可能是十个 这个是面筋里头腮上肉 然后再红烧的吧 先尝尝 这不就红烧的那个味道 外边是面筋 然后里头是一个肉丸 整个这个是咸甜的口感 就是一点咸 然后吃到嘴里头 最后是有点回甘的 整个这个肉馅里头也是有马蹄 然后还有一些蔬菜 能尝出这些味道 我觉得它的淀粉应该不是很少的那种 就是它吃起来是糯的那种口感 但是没有淀粉的那个味道 吃起来还是很香的 还洋菜 肯定就得有狮子头 这是红烧的 那边那个是蟹粉的 看看这个大狮子头 肉香味超足 而且就是纯瘦的香味 这个吃起来就是那种很软糯的口感 然后肉馅是碎的 吃来嘴里头 但是口感很清淡 没什么味道 必须得沾上这个汤匙 沾上这个汤汁吃真的好吃 这念名菜蟹粉湿头 只不过这是外卖 送来的时候上面的蟹粉已经干了 这里头也是纯绒馅 然后有马蹄 这应该是清汤的味道会比较清淡一些 首先我没有吃到蟹粉的味道 味道非常寡淡 而且我还吃到了肥肉的味道 这个肥肉吃到嘴里头 就是入口气化的感觉 但是吃起来真的好腻 这个确实比较一般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蘸醋吃才合适 这叫肉三丁 是这个淮阳春外卖里头卖的最火的 其实这个淮阳春最火的 就是扇鱼做的菜 什么呛虎尾 什么享游上湖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外卖这么长时间 你过来都哦晚了 就也不太好吃 所以我们就没点 点了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比如狮子头大树根丝 这也是淮阳春的比较代表性的菜 土豆胡萝卜跟肉 味道比较一般 但确实是半米饭神气 吃起来超级爽 土豆胡萝卜黄瓜肉丁 就差一点疙瘩 放点疙瘩就是炒疙瘩 这就是标准价 没什么太大的特色 这叫上海双档 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如果有上海的小伙伴 可以给普及一下 这个感觉就应该是 那面筋腮肉里头 那个面筋 然后里头也是肉馅的 然后有白菜 剩下的就是一个豆皮卷吧 我先尝一个这个吧 一个是面筋腮肉 一个是豆皮腮肉 但是它这个汤炖的很好 非常清淡 吃起来这个也是食材本身的鲜味 我觉得这个还真是挺好吃的 本身这个汤就是蔬菜汤 全是那种白菜的香味 这个和够坑的里头 就两个豆皮卷 加一个面筋腮肉 剩下全是白菜粉条 而且还卖28 这是大煮干丝48 这个也比较差 至少没有看到有火腿丝 有点蘑菇 有个海米 然后剩下的这种豆腐丝 切的也并不是很匀称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卖相比较差 尝尝味道 浓浓的豆皮味 吃起来感觉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吃起来豆腮味比较重 这个跟我们在御华台吃的就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还是御华台的那个好吃 这个真的比较一般 黄桥烧饼 对吧 这个一共有两种 然后一个是咸的一个是甜的 那我选吃甜的 所以我点了一盒甜的 香气扑鼻 里头好像是那种梅干菜的味道 舀一口尝尝 这甜的里头感觉是有花生有芝麻 然后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国谱 那吃起来比较甜 虽然不是特别甜那种 因为糖比较少 虽然还是很有嚼劲的 花生的量比较大 而且外壳真的很酥 就你看这一块它已经分了好多好多层了 与其说是烧饼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叫点心 因为它我感觉它吃起来更像是点心 我们军军菜一共点了这8亚 一共是291 然后其中包括23块钱的全程送的外卖费 整体吃起来吧 面筋塞肉不错 红烧狮子头不错 这个龙井虾的味道还可以 但是对不起88块钱的这个价钱 所以这个也就比较一般了 大主干司比较差 这个黄桥烧饼点心确实不错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在家探店也是爱 太阳带你吃外卖 我最近弄了个小号叫太阳大作战 一边探美食一边减肥 看看到底能减多少斤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拜拜